我三年級是踢青少年足球訓練計劃 我當時也拿過足球的銅牌 我懷疑這是我自從小學之後 第一次踢足球 對我來說,我從小到大很害怕 還未準備好 還未準備好 懂嗎… 你也要這樣舉手 然後一下子踢下去 我怎麼知道你再來過 你再來過吧,你再來過吧 很害怕被人踢中 尤其是有些部位比較大 有機會真的容易… 面積大一定會容易踢中 所以我一定要護住 別浪費時間,別再人下班 你用很難用 對…接著… 有一個… 是萬聯而已 快點搞… 萬聯很重要,萬聯辦比賽 他有籃球隊… 他有籃球隊… 不好意思 剛才已經被衝了 自己衝了一點 萬聯也有籃球隊 其實人到我的年紀 勝負育是很低的 我也不介意 我只希望可以早下班 所以我所有事情都會滿足 對方隊的要求 例如你說這次進入10分 可以一夜就讓他進入10分 這樣就完全不能踢 這其實只是團隊的意識 因為我不可以阻礙大家下班 來…等著… 第一腳 真是撩我 對,近了… 很厲害… 知道他有什麼事了 其實那一刻我也是幻想自己的碧鹹 他那個七船斬,他也是這樣斬 然後斬到角落 我從第一球開始幻想 然後第五球就不小心腐滑 然後就中到 有我當年小學三年級的技術 我覺得挺厲害,可以說重拾洪峰 學到透過團隊去展現各位的潛能和長處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而且令我們的年齡更年輕